今年3月中海洋大学校长张清风等人参访北港口湖 透露有意在北港糖厂设立分校 校方研拟校区规划 包括校地的取得 提供临海的区域作为海洋工程 水产养殖 环境监测基地等需求 县长李靖勇昨日率领县府一级主管拜会海洋大学 提供了四处设校地点及三处的十座场域公海大选择 展现高度诚意 李县长强调 县府会全力支持海大来云林设校 如果海洋教育资源能带入云林县 就像对云林的渔业发展打了一剂强心针 海洋大学校长 曾经去到分林官 要顺略建立分林分校的基地 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 当然地平标是最绝层的欢迎之意 所以我今天特别带我们官府的团队 包括教育 包括地政 包括災政 国方面的这些主管 我们作为要来拜访海洋大学 我们要提供最好的博物和帮助 我希望这个分林 厚区的这个阶位 可以招集来实现 因为海洋大学是一个中学生的大学 当然尤其包括这个 飞鸭 雍食 食品的杆钢钉钉 甚至包括这个河海的工程 都是他们的一个重点的科系 那云林县因为我们是一个 我们要靠海 海边的这个所在 那么在海岸的这个工程的部分 尤其它是一个地层下限地区 那么这个需要这个学术单位 来给我们协助的地方很多 我们那些这个雍食业非常发达 水散的杆钢 一般食品的杆钢 都非常的这个集中 所以说如果如果是说海洋大学 他们可以在我们那里 来设立一个相关的科学和这个研究的这个机构的话 我想对于学术的提升是有帮助的 对地方产业的一个提升呢 也一定会有很大的注意 可以说大家互蒙其力 所以我们表示欢迎 我们希望这个案子能够早一天的来实现